这个刚告白半个小时就有小西瓜了 那就天哪 这个小孩太容易来了 没有 大宝就是这两天在我家住 因为我生病了 他来这边照顾我 对 对大家太想抱孙子了 不过你这个到时候 平常就不要带好保存去 因为这个 他太带了 太耀眼了 这个这么重 这么大的一个镯金镯子 带的太耀眼了 平常就把它给收藏好 收着 放在安全地方 大好烦哦 家人们 他上次送我那个戒指 你们记得吗 那第二个戒指 我去三亚玩 他还说 你出去玩的时候 把那个戒指摘下来 然后万一丢了怎么办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说 我说 那就不要带了 怕丢就不要带了 他这个男人的思维 跟女人的思维不一样 我戴上 是表示对你的尊重 那戒指可以戴 那现在这个就不戴 戒指可以戴 你送了人家 还不让人家戴 真的是好奇怪 不是不让你戴 就是偶尔咱们贵重场合 可以戴一戴 那平常戴这么耀眼 干嘛 低调一点 你要低调一点 你再不低调 那等一下 太多男的盯着 已经有 已经有人了 到时候在盯着 就很复杂 很麻烦 为你多添加一些麻烦 你知道吗 这有什么麻烦 戴个镯子有什么麻烦 戴个金镯子 你看 人家一看 就是你知道 你这个非富即贵 人家说 有什么想法 咱们还低调一点 戴个小戒指 带我送戒指就好了 简简单单 是这样吗 家人们 没事吧 哈哈哈哈 这个 他这个 这个还好吧 那你再带块表 你一块表几十万 又不怕人家说你高调 对不对 我带个镯子 你怕我 不安全 不安全 啊 站了 不安全 我都怕你 就是有危险 知道吧 我是怕你有危险 万一以后啊 比如下班 什么 在路边上 逛街走啊 等一下出出出 出现一些 不安全的事故 怎么办 我又不能 每天连在你身边 万一有时候 我走开的时候 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那多危险啊 对不对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讲 不是 你只在那里研究这个桌子 我不比这个桌子贵吗 我不是担心 这个桌子的问题 我是担心 你人生安全的问题 知道吧 我是担心 你人生安全的问题 好好好 安全第一 对不对 家人 行行行 不带不带不带 好 收起来 收起来 大宝 大宝 就是心很细 他心很细 对 我最怕 就是担心你的身体 还有担心你的安全 我觉得 在我心里面 就是我重要的人 他的健康 和他的安全 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说 没有了健康 没有了安全 没有了这个人 其他有什么重要的 其他都不重要了 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平常我跟你在一起 咱们可以带 或者咱们出席一些场合 还来不说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还嫌我啰嗦 就告诉你 你要记住 你干嘛 刚做人家男朋友 就在这里摆谱 还教育起我了 就享受一下 感受一下 放肆一下 家人们有没有觉得 他有点躁刺 没有 你看在这么多人面前 给你面子 给你面子 是的 大宝您说的对 您说的特别对 要是在咱们 在就没了的时候 那我肯定是 安前马后 做我的一个小奴才 给皇后娘娘 捶背请安 这都没问题 是吧 好的好的 这会人比较多 要多给王总一点面子 是的 是的 哎呀笑死了 我今天 我今天那个 白天 然后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打电话 又说 又说 又接我的 又接我的短 我接你的短 怎么了 都是自己家人 怕什么 家人们 我今天打电话 打电话 然后雨宁 我说你吃饭了吗 跟我一个朋友说 然后我是 想见他一面 有点事 我刚发一条语音 我说 你吃饭了吗 然后他就问我 你问谁吃饭了吗 你跟谁在 你跟谁在语音 我说朋友啊 然后他就不开心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不能听到 我给别人打一个电话 没有什么 不能听到别人 打电话 就是很紧张 不是紧张 我是关心你 关心你 就要 比如说要吃饭什么 我已经没有人生自由了 家人 我已经完全没有人生自由了 不是 我被他管得死死的 那自己的老婆肯定要管的 对不对 谁是你老婆 怎么真的就变老婆了 那在一起的不就是 男女朋友不是这么称呼了吗 对不对 没有 我没有打发出弹子 我就关心一下 他 你想来 跟谁吃饭 对不对 我就关心一下 家人们 我跟你们说一个特别逗的事 他老看我手机 你知道吗 没看 我们俩没有在一起 他都可以看我手机 就不准狡辩 说实话 不能骗人 我们在直播间 不能骗人 然后他就 他就看我的手机 然后呢 我就给我的手机 设了一个 就是任何软件打开过 然后几点钟打开 然后看了几分钟 都有 都有记录 有一个软件 然后他前两天知道的时候 他都醉了 他估计想 我是不是已经发现了 他很多罪证 当我告诉他 我手机装了这个软件的时候 他那个表情都傻掉了 他肯定干了很多坏事 然后他帮我查 他帮我查我的手机里面 有没有什么软件被他打开过 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紧张 没有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干坏事 没有 没干坏事 为什么我说 我手机里有这个软件的时候 你那么紧张 但是我手机里没有什么 家人们 还好没什么 还好没什么 这是没什么 好吧 这是没什么 你看他 他就是个醋坛子 他还不承认 卡了吗 家人们 不会卡吧 有可能 刚才有几个家人们说卡了 对 对我是好奇 我是今天 我是好奇你跟谁吃饭 你要跟谁吃饭 那如果说 跟妈妈吃饭 还是跟谁吃饭 对不对 我想好奇 这不是醋坛子 把你的手给我 干嘛 把那只手给我 那给你拉我的手 什么意思 拉上 拉上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块了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很有信心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都很相信 就是不管我以后遇到多么优秀的男孩子 或者是男孩子来找我什么的 然后只要你是真心的爱我的 就像现在这样一直对我好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嗯 我知道了 嗯 知道 你要对自己一定要有自信 我很有自信的 我很有自信 嗯 记住 记住了 记住了 记住 记住了 嗯 对不对 家人们 我希望大宝永远这么自信下去 嗯 自信下去 就是 嗯 以后 嗯 肯定会有一些 看起来很优秀的男孩子出现 可能大宝的身边 也会有一些很优秀的女孩子出现 这都很正常 不会我看都不看你 我看我只看我看其他人看都不看你 嗯 对 但是你记住只要我们两个像今天这么好 我就不会说 我就不会说 来一个男孩子 然后我觉得他很好啊 我就不要你了 我不会这样子的 嗯 嗯 我相信你的 嗯 好 有信心啊 嗯 嗯 家人们 你们放心吧 我们两个会好好的 只要大宝 像今天这样对我 然后我也会像今天这样 然后一直跟他走下去 嗯 对 放心吧 大宝你也有信心哦 会的 嗯 家人们没有点关注 点点关注 我们就下播了 今天等一下 开心的一天 对 明天晚上再给大家直播 好不好 明天给大家发个福利啥的 今天 今天没准备 今天告白确实没想到 太快